我再一次來到廈門站 OK 我再一次來到廈門站 現在看到的這是廈門站 這次來到廈門站 這是一年前的一個地方 可以進到一間在國安市 甚至入市的國際之間的鞋子 但是我突然相當熱情 因為在特地的大族邊 國際的月市場 讓我再次出站 去拿我的同學 之後我會到城鎮公園 感謝廈門站的同學 好的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在廈門 廈門站 其實在廈門這邊搭火車 它有兩個地方 一個廈門北 一個廈門站 我習慣在廈門站 因為這是舊社區 在早吃的在交通上都比較方便 廈門北那邊 我到前置目前還沒有去過 不過我感覺在 在中國大陸這邊搭火車呢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呢 要提早大概 五十分鐘左右進來 因為有時候你要過安全 還有突發狀況 那在它這邊呢 就是車輛要行駛前 三分鐘它那個前面那個 閘門就會關起來 就是檢票口這邊咱們會關起來 關起來你就沒辦法進去 其實 多留一點時間比較對的啦 像我今天有東西 剛剛不小心掉在 掉在那個 飯店 酒店 我剛剛又跑回去 時間上因為有提早到 都還OK 記得 那個 車票要提早買 刀站要提早到 遺況突發的狀況 大概就是這樣 並不是像在台灣 反正你 只要在那個準時 到達月台 我車還沒開之前都可以上 它這邊會提早三分鐘 閘門會關 你就進不去了 好了 看到這個檢票口 看到機組人員 依序的先進到月台 那看到你的工作人員 這個是綠色通道 如果行動不方便 連張者可以走出個綠色通道 那工作人員會 導引你 如何進到月台 非常的親切 在列車裡面 就有餐搜 有餐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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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習慣吃到便利 這邊跟 大家說一下 如果有意要到大陸去旅遊的 台灣的民眾 提醒你 在大陸的動車高鐵火車上 都會有提供熱海水 所以說 這個方便麵 泡起來就比較方便 就是泡麵 台灣屬社會的泡麵 同時呢 它泡麵裡面 都有附一支塑膠的一個整疊式的一個叉子 那就直接用叉子來做使用這個泡麵 現在看到火車的速度並沒有很快 為什麼 因為要進站 沒有搭過大陸高鐵的或動車的朋友看一下 進站前 車輛很平穩的 滿滿的使勁月台的一個情形 在大陸國內搭高鐵動車搭過之後 然後 後續 如果有機會 在交通上 也都是會選擇 這種 做 成績之間的移動的一個交通工具 最大的缺點就是 票 不怎麽好買 都要提早 兩個禮拜之前 到12306去一頂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比較不容易取得的票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在車廂往外面拍外面的一個 山景的情景 那各位看一下 是不是乾淨的 很心患神明的感覺 這個人 輕鬆的 那個人 很多人 都是北洋 在空間 最大風行的 是 為了 對 這 那 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當然在大陸的高鐵活動則上 難免會遇到一些不少規矩 例如他手機一直在看影片不帶耳機 那另外就是講話 講電話講得很大聲 走到車廂跟車廂之間的空間去講電話 難免都會有這樣的一個乘客 當陸的旅車場不像台灣的旅車站 有可以跟文客中指 契約請乘客下車的任何選擇 這話不厲害喔 整體來講大家一的坐車廂類是有比較寧靜 除了少數不熟規矩 在講電話還有不帶耳機在看影片以外 那工作人員隨時都在清理車廂裡面的一些垃圾 同時也常常看到他們在拖地 我感覺就是要保持車廂的安寧靜 以及清潔 平鄉北到了 雖然說我先前有PO個影片 說我在平鄉北遇到的一些事情 不過我很感謝平鄉北的工作人員 有看到這個訊息之後 也誠懇的跟我道歉 事情就不再去提他 不過我要說一句實際的話 我要感謝中國大陸國內的所有的高鐵的所有的工作人員 不管技術人員或贊物人員 我要感謝你們 你們為大眾所付出的 感謝你們辛苦了 感謝你們